客家文化的传承除了语言戏剧以外 也可以用摄影来保存 这一次客传会推动了全球客家摄影杂志的创刊号 对于客家文化的传递而言 可以说是一大创举 客传会也期许可以透过纸本报纸杂志 独有的温度表达不一样的客家 柔名的嗓音加上轻快的吉他演奏 优雅诠释客语歌曲 国内第一本以客家视角发行的双语摄影杂志 创刊号正式发行 透过艺术家 摄影家以及演员导演的独特视角 诠释他们眼中的客家 全球客家摄影杂志 它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摄影杂志 透过摄影家的独特的见解 影像工作者 它可以捕捉到客家人 它在不同的层面 它的一些视觉的图像 全球客家人多达九千多万人 吩咐在香港 印度 中南美洲等多个国家 然而这些人的客家生活是如何 却不得而知 透过摄影师的快门捕捉 就可以定格世界各地的客家面貌 在运用纸本报刊杂志的独有魅力 将这份记忆留存下来 包含这个VR的创作者 他把梦境里面的客家都捕捉出来了 所以他不限于说当代的摄影 那影像也有很多的多元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这个 可以看到客家以及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客家 这回全球客家摄影杂志的创刊 对于普遍用语言来传递文化的客家来说 其实是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 希望可以在越来越小人 关注纸本报刊杂志的今日 用实际行动延续纸本媒体文化 透过一张张冲击人心的照片 翻转客家印象 记者综合报导